民主長好久不見 道夥委員好久不見 台北四福一別 很久 也沒有那麼久了 我們還是見過了 不過我今天要跟你談的不是您個人 我想今天很多議題的焦點 集中在您個人身上 我要談的是國家安全會議的定位 那這個今天的定位的錯亂不是您造成的 不過您今天既然擔任這個位置 我想您也有責任要協助我們去釐清在憲法上的這個爭議 那麼您再給本院的報告裡面提到 關於國安會的組織定位相關法治問題的研究報告裡面 提到 本會議就是國安會為總統的諮詢幕僚機關 直接向總統負責相關意見 僅供總統決定國家大政方針參考 並非權力機關 亦無執行權責 這是您的報告 我就要跟您請教什麼叫做機關啊 當然國安會作為叫做諮詢機關 這四個字啊 大概也沒有出現在其他的地方啊 但這就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一個設計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二條 對於行政機關有所定義 國安會當然是行政機關 這個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他是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系指代表國家 或者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 從事公共事務 而且行政機關他要可以做成行政處分 所以您說 我不是權力機關 什麼叫做權力機關 行政機關做成處分 就是權力 沒有錯吧 國家安全會議會不會做成行政處分 我們沒有 我們是質詢機關 你們沒有 那我跟您請教 國家安全會議有沒有訴願委員會 我們沒有 你們沒有訴願委員會 國家安全委員會 你們來 你們確認一下 國家安全會議沒有訴願委員會啊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是指哪一方面 如果是人權方面 國家安全會議的訴願委員會有或者沒有 有沒有 哪一位來跟秘書長講一下 有沒有 我們是申訴委員會 我們是申訴委員會 國家安全會議 不要在那邊胡說八道啊 你們這個 國家安全會議訴願委員會 組織歸程 有或者沒有 1998年定了 那個你是處長 你在這邊點頭啊 跟你們民主長講一下 你們有沒有訴願委員會 都搞不清楚啊 有沒有訴願委員會 有嗎 有嗎 訴願委員會 有沒有 陸副民主長是召集人 對啊 你們都搞 你是召集人 你搞不清楚啊 不是人憑會啊 什麼叫做訴願委員會 做成 處分 有所不服 向上級機關 去訴願 所以你們的下屬機關 有可能是國安會 國安局 做成處分 不服了 來跟你們 要求做訴願 做訴願 你們要做訴願的決定 這就要處分嘛 沒有錯吧 做了訴願決定就是處分啊 你們是行政機關 才會有訴願委員會 你們是完整的權利 你們這個機關裡面 有單位 你們的單位 這叫做行政機關底下的單位 你們有處 這個處 委員為了要繼續討論下去啊 我想中間這個 您剛剛提的恐怕有一些 請說 請說 向委員報告 這個訴願 有訴願委員會 不代表它 就一定是行政機關 兩個位階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跟我舉個例子 哪一個單位裡面有訴願委員會 很多單位都有 哪一個 國防部就有 國防部有訴願委員會 國防部不是行政機關啊 國防部是 對啊 你舉一個不是行政機關 有訴願委員會 給我看嘛 我跟您說 機關一定是它的下級機關 我們這個 台北市政府 做的處分 向行政院訴願 沒有錯吧 我們是依憲法是 那個諮詢 你下去了 你不要胡說八道嘛 委員我們這邊 哪一個 不是機關 有訴願委員會 不要那麼激動嘛 不是 我們好好的討論 我一開始說 不針對個人 我們要有誠意 你毫無誠意啊 你不要先扣帽子 你們 是一個機關 你們是一個權力機關 這個毫無問題啊 所以你們的問題出在什麼 出在什麼地方呢 我國家安全會議 既是一個會議 又是一個機關 機關的首長 是哪一位 國家安全會議的機關首長 國安會主席是馬總統 首長是誰嘛 你總會有送預算來 我把組織告訴你 預算的說明 總是要機關首長來做說明嘛 你可以代表機關首長來做說明 但是機關總有一個首長嘛 總統府的首長是總統府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 既是總統的幕僚長 也是總統府的機關首長 這個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民主長沒錯吧 對不對 楊民主長 那國家安全會議 不管你要去他怎麼講 他說諮詢機關 叫做幕僚機關 他總是個機關嘛 行政程序法對機關的說明非常清楚 如果今天國家安全會議 他不是一個機關 那麼他國家安全會議 他是要設在總統府之下 他是一個會議 他今天會單獨成為一個機關 他不但是機關 他還有下屬機關 他底下還有一個機關叫國安局 國家安全會議不是一個機關 他怎麼會有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呢 他是要設在總統府組織法之下 去設一個國家安全會議 那這個時候是一個幕僚的任務編主 你既然是一個機關 這個機關的首長是誰 是總統嗎 當然不是 總統不會是一個機關的首長啊 總統連總統府他都不是首長 他怎麼會是國家安全會議的首長呢 總統要超乎各機關之上啊 總統在憲法上是有單獨的法地位耶 好那你今天總統府 國安家安全會議這個機關的首長 是你國安會的秘書長 所以你同時在國家安全會議 你會出席 國家安全會議做了決定 你作為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你要來協助執行 你同時是國家安全會議這個機關的首長 那立法院 既然通過要通過你們的預算 立法院通過國家安全會議的預算 可不可以刪減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 所以它是實質的審議 實質的審議表示什麼 表示立法院既然要通過你的預算 什麼叫預算 預算就是施政計畫 叫做預算啊 你要有施政計畫才會有預算啊 立法院不是說看你一個月支出多少錢 看你錢有沒有算錯 是要看我們要不要支持你這個施政計畫 所以立法院當然是實質監督國家安全會議啊 我如果沒有實質監督 我如何審查國家安全會議的預算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要 對不起啊 我可不可以跟您解釋一下 我只有一句話 我只有一句話 你如果夠誠意 你要承認國家安全會議在憲法上面 是一個畸形的產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它釐清 那到底是一個會議 或是一個行政機關 你至少要給我一個答案嘛 它如果是會議 就不該是一個機關 它如果是一個機關 就不應該是一個會議 您給我一分鐘 請說 它是因為是一個 跟情報有關的機關 全世界各國 它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單位 以美國來看 美國的這個國安會 因為它的主席 它的召集人 也是歐巴馬總統 那它的預算 也是分別編在不同的部會單位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情治機關 所以它必須有 國防安全機密的考量 否則的話 你一切都攤在陽光下 這個國家機密 國家安全機密 國立法院也會開秘密會議 美國國會也會有秘密會議 我要跟你請教 那你回答我嘛 你回答我一個根本的問題 你要告訴我說 國家安全會議的首長是總統嗎 沒有 我們在編制上 它是主席 你要告訴我 或者是國家安全會議這個機關 它沒有首長 你要看我們的組織架構 那是什麼嗎 你告訴我答案是什麼嗎 我剛剛講過 是什麼嗎 國家安全會議的首長 是哪一位 它之所以特別特殊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它沒有首長 它是國家情報機構 有關的 我不懂嘛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既然有機關就有首長 不管你叫什麼機關 它首長是誰 到這邊沒有辦法回答我 主席你能不能處理一下 我們現在要審國安會的預算 國安會沒有首長 這不是出問題了 我是代表國安會來 你是不是國安會的首長 你要說我是首長 你是不是機關首長 也可以我是首長 是或者不是 不是我說嘛 是你自己說嘛 你一直要我說 我當然要你說啊 但是不是我塞到你嘴巴裡 你告訴我們 你教我們嘛 上個課嘛 國家安全會議 這個機關的首長是哪一位 這是個簡單的問題吧 是誰啊 我剛剛講過 依照我們的組織 主席是馬總統 主席是首長嗎 然後 我問的不是國家安全會議 我問的是這個機關的首長 這樣夠清楚吧 我跟秘書長的這個方式非常像的 就是他是總統府的秘書長 我是國安會的秘書長 他是總統府這個機關的首長 秘書長都是幕僚長 我要問你嘛 他是總統府這個機關的首長 這個毫無爭議嘛 這個東西 總統府自己網站也這樣寫嘛 所以我要問你的是 國家安全會議這個機關 你不要再跟我扯會議喔 你不要激動 這個機關的首長是誰 沒有 我說幕僚長 首長是誰 幕僚長跟首長 你們又說是幕僚長 首長是誰嘛 我是幕僚長的定位嘛 好 我們時間到了 不是啦 主席啊 對不起啊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辦法釐清 我們這個預算怎麼審啊 我不曉得 貴文會怎麼審這個預算 你們首長是誰都沒有辦法釐清 你總要從他嘴巴裡告訴我們說 首長是哪一位吧 你們一天到晚 他怎麼會有一個機關的首長 我們到現在搞不清楚他是誰呢 那表示 那難道這個問題不夠大嗎 前一陣子 難道不嚴重嗎 對黨的委員一直告訴我 再三耳提滅命 我是總統的幕僚長啊 所以 是啊 就好像我們楊明議長 同時是總統的幕僚長 對啊 他是總統府這個機關的首長 所以我要問的是 國安會這個機關的首長是哪 當審議算的時候 我們就是代表民意上的首長 所以審議算的時候你們變成機關 你就是首長 平常我們是幕僚長 啊對不起啊 我們是一個會議啊 我只是總統的幕僚長 我不是一個機關的首長 所以我沒有義務來立法院做報告 這個就是今天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啊 謝謝 謝謝